各位观众,上一集我们讲了辛亥革命在北方爆发的通州起义 那么就像我上一集里所讲到的 在通州起义中就产生了在汪精卫身上的疑团 而霍公在后来他所撰写的《北方辛亥革命实录》里 又对汪精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那么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 在北方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 汪精卫当时已经背叛了辛亥革命 他成为了袁世凯在同文会中的代理人 他是潜伏在革命阵营中的内奸 他对北方的辛亥革命起到了破坏的作用 但是这种观点呢主观性太强 因为他解释不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汪精卫他是叛徒的话 孙春山先生为什么还继续的信任他 并且把他带在身边 作为自己接班人选之一呢 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 认为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 有他的历史攻击 但是呢他的身上也暴露出 想要资产阶级和青年人的革命积极性 狂热性和摇摆性 因此呢就导致了他在革命行为上的很大的不稳定性 这种观点相对就客观了很多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我就给大家聊一聊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之后 在北方的革命表现 汪精卫他19岁考中秀才 受广东省的选派去日本留学 进入法政学校的速成科 他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 并且成为了同盟会报纸 民报的主笔 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 汪精卫也和很多革命青年一样 喜欢表现自己激进的革命思想 1906年他随着孙中山 胡汉民等人游历南洋各地 在各地建立同盟会支部 1909年秋 他只身赶赴北京 准备刺杀摄政王崽峰 但是因为事情泄密 他被抓捕 被判处死刑 但是崽峰呢 一来呢比较欣赏黄精卫 二来他害怕处死黄精卫 会激起革命党人的巨大反弹 因此呢 他就给汪精卫减情 改为监禁 这件事情给汪精卫 迎来了巨大的声望 孙中山也对他高度评价 甚至把并没有牺牲的汪精卫 和很多革命烈士 相提并论 这也给后来汪精卫 长期跟随孙中山 得到孙中山的巨大信任 打下了基础 西海革命前后呢 汪精卫和袁世凯之间 相互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并不是个人相互之间的吸引 而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双方彼此之间都有相互利用的价值 汪精卫看中了 袁世凯在军事上的实力 所以他出狱之后 立刻就赶到湖南 去见袁世凯 希望袁世凯能够驱逐青史 但袁世凯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袁世凯再度出山之后 他的儿子袁克定 在北京等地活动 和汪精卫私交甚密 这背后自然就是袁世凯的意思 袁世凯也看中了汪精卫 在同盟会中的声望和人脉 所以对汪精卫也有拉拢之意 甚至在汪精卫还没有出狱之前 他就收到了袁世凯通过陆建章 给他的赠款 而据说汪精卫的出狱 也是因为袁世凯的担保 当时通过袁世凯担保 获释的革命党人 不止汪精卫一个人 但只有汪精卫留在了北京 等着见袁世凯 袁世凯到京 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 他让汪精卫 杨渡和汪大谢 组成了国事共济会 来搜刮 清廷清贵的柴货 由此可见从这个时候 汪精卫和袁世凯 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汪精卫是在武昌起义 二天之后走出了监狱 他一出狱 就立刻联络 另外一位秘密的同盟会员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乌鲁真 准备起兵反清 结果没想到很快 乌鲁真在石家庄 就遇此身亡 接着呢 汪精卫就考虑 连缘反清的可能性 汪精卫也曾经一度想过 要暗杀袁世凯 因为他也知道 袁世凯是清廷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胡河宫的 《辛亥革命北方失辱》中 也写道 1911年11月22日 汪精卫突然拉着 外交部主事魏臣祖 去见袁世凯 魏臣祖呢 是早就在留学法国的时候 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成员 当时魏臣祖很不高兴 跟汪精卫说 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去见袁世凯 难道想让我帮着袁世凯一起 残杀革命同志吗 汪精卫就跟他说 我拉你去见袁世凯 是先认识袁世凯 然后找机会 在外交部 用炸弹刺杀他 那魏臣祖就说 我并不擅长暗杀 汪精卫说 不谈暗杀 何来革命 那魏臣祖回应道 我既不搞暗杀 也不会帮助袁世凯 残杀革命同志 从王精卫的这个举动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王精卫 还是充满着革命的冲动 和冒险主义精神 虽然王精卫屡次想 刺杀袁世凯 最后呢 经过北方的同盟会成员 大家共同讨论之后 王精卫改变了看法 因为袁世凯 的确有很强的军事实力 他在张德的时候也和革命党人 有过来往 所以从现实情况来说 如果能够说动袁世凯 站在革命的一方 那么清廷被推翻 北方被统一 在形式上就会很快成功 那么这种可能性 对于王精卫 和大批年轻的革命党人来说 就有很大的信力 因为年轻人的特点 就在于他们希望革命 在第二天就可以获得成功 所以他们的眼光和格局 在不知不觉中 就从一个宏伟的目标 逐渐局限到了眼前的时空里 所以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 王精卫接近袁世凯 并且利用袁世凯 这并不是王精卫个人的意见 而是很多革命党人 共同形成的意见 他只不过是用袁导清 这个计划的具体实行者而已 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辛亥革命的那些革命领袖中 孙中山 黄兴 宋教仁 刘元宏 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提出 如果袁世凯能够站到革命那边 他们愿意让袁世凯 担任中国的领袖 也就是大总统 武装起立之后不久 刘欧的吴志辉等人 在孙中山去英国的时候 就曾经面见孙中山 希望孙中山能够致电给袁世凯 电文中说 若能倒戈 被害灭清 当推员为民国总统 1911年11月16日 孙中山在给武昌军政府的电报中 也说到 总统自当推定黎君 文黎有推员之说 何以益善 10月9日 黄兴写信给袁世凯 把袁世凯比作华盛顿 拿破仑 说袁世凯如果能够推翻清廷 那么南北各省 无不是拱手听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连远倒清 这是革命党人 普遍的一个想法 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个想法 他的诱惑力非常高 而汪宁卫在北方 具体从事连远反清的活动 这也得到了 南方大批革命党人的认可 既然决定要利用袁世凯 要影响袁世凯倾向共和 那汪宁卫自然会频繁的 和袁世凯 以及他的公子袁克定进行接触 汪宁卫和袁克定 还有杨努等人秘密策划 想为袁世凯谋取中华民国大总统 温宁卫这个时候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 已经成为了袁世凯的谋势 但他的出发点 还是为了侵害革命的发展方向 而他做出这种选择 也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者的一种倾向 刚开始袁世凯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制 但实际上 袁世凯是纯粹的立体主义者 他在君主立宪和共和制之间进行徘徊 他在审视当时哪一种制度 能够对他更为有利 尽管袁世凯后来 他先选择了民主共和 而放弃了君主立宪 这并不代表他彻底否定了君主立宪 他只是在汪精卫等一批革命党人的影响下 选择了民主共和 但在之后 当袁世凯认为君主立宪 对他自己更有利的时候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回到君主立宪 这才会有后来恢复地质的一场闹剧 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民众意识水平和政治复杂程度 作为像袁世凯这样的实干家 他们很多人在具体的实践中 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成为完全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的纯利级主义者 这种纯利级主义者 他们所追逐的也无非是名言而自 但他们之中追名的人 会把自己的名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 而这种选择呢 就会体现在 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在短期上 会对国家民族产生正面的影响 但是如果从长期发展来看 就会缺乏慎重的考虑和长期的规划 这主要是因为 他们对民的追逐是基于自身 所以他们的思考就不会基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这也是我们在认清这些历史人物时要注意的一点 汪精卫和杨渡、汪大谢等人组成国事共激会 他们积极的主张南北停战 由国民会议来协议国体 那么袁世凯呢 也派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经常来往 想要联络革命党消除敌意 进而呢 能够利用革命 那反过来汪精卫也利用袁克定 向袁克定灌输共和学说 通过袁克定去影响袁世凯 这样袁世凯 最先选择了倾向于民主共和制 关于汪精卫对袁世凯的影响 张国干曾经有过回忆 他说袁世凯刚到北京的时候 主张拥护君主 绝口不谈拥护共和 后来民间盛传共和的时候 袁世凯虽然偶尔谈及 但也是毫无表示 袁世凯当时曾经公开的说 本人地位当知拥护君主到底 绝口不能赞同共和 不过世界既有共和之说 亦不妨进行研究 王精卫被释放之后 袁世凯到北京 就约王精卫到希拉胡同面谈 那个时候王精卫每天晚上 晚饭之后七八点 就会去见袁世凯 一直谈到十一二点 刚开始呢 王精卫只和袁世凯 谈共和的理论 渐渐把袁世凯吸引住之后 王精卫就对袁世凯说 如果再深入谈的话 我需要再带一个人来 这个人呢 就是魏臣祖 袁世凯答应了 于是王精卫就把魏臣祖带上 一起去见袁世凯 那么这个时候双方谈的 就不再是共和的理论 而是君主立宪 民主共和 到底哪一个适合于中国 魏臣祖知识丰富 并且善于此令 所以他很快就打动了袁世凯 袁世凯渐渐的 就不再坚持君主立宪 到后来 他基本不谈君主立宪制 而更是着重的谈 民主共和制 在中国的种种困难 不过王精卫和魏臣祖 当时就对袁世凯说 中国非民主共和不可 而民主共和非公促成不可 并且非公担任不可 袁世凯刚开始半退半就 但后来 也就接受了 王精卫和魏臣祖的说法 由此可见 王精卫 魏臣祖等人 对于袁世凯的争取工作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王精卫也的确对袁世凯 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不过以王精卫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虽然利用袁世凯实现了倒清 但在倒清之后 反被袁世凯所利用 这既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反映了以王精卫为首的 这批年轻的革命党人 他们在思想上的不成熟 还有就是缺乏长远的计划 和长远的眼光 但另一方面呢 也体现了袁世凯 高超的全盟能力 上面几集呢 我也给大家提到了 胡河宫作为当时 北方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他所写的 《辛亥革命北方十路》 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研究北方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材料 但是胡河宫在这本书中 他提出的主要观点 也就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一种观点 那就是认为 汪精卫犯了不少 破坏金金堡地区起义 以及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 为袁世凯瓦解和消灭金金堡地区的革命力量 而四处奔走效劳 但是这种观点呢 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的情况 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确立的是 汪精卫和袁世凯进行联系 它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侵害革命的最高目的 是为了推翻满清的统治 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目的有两步 第一步是推翻满清政权 第二步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第一步呢 是短期目标 第二步才是常有目标 但是为了实现第一步的目标 革命党人就已经前不后继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而巨大的牺牲也就意味着 实现第一步短期目标 就已经是困难重重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当你要实现一个目标 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行动中 你发现挑战越来越大 阻力越来越大 那么你的注意力和你的思想 你就会越来越集中于这个目标 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有两个目标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 那些经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党人 他们很多人的注意力 都是集中在推翻清廷 这个近期目标上 而对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这个远期目标 他们来不及 也可以说 他们这个时候并不愿意多去思考 因此像汪精卫这样的一大批革命党人 他们的注意力 都是集中在推翻满清政权 这个近期目标上 对于实际的情况 是革命实力不足 那么提出连远岛清实现共和 也就非常自然了 但是连远岛清实现共和 这三步中 这些革命党人 他们真正仔细考虑过的 只有连远岛清 实现共和 这只是一个长远的目的 对于这个长远的目的 并没有深入的思考 和长远的规划 所以说汪精卫 联合袁世凯 他也是为了辛亥革命 不过呢 他为的是辛亥革命的 短期目的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这个选择 就把他认作是革命的内奸 我们只能说 他的这个选择 显示出一个年轻革命者的狭隘性 和在思想认识上的短视性 接着汪精卫确定了连远岛清 实现民主共和的这个策略方针 他自然在他领导 京京地区的同盟会活动的时候 就会让同盟会的行动 符合他所制定的策略方针 因为他认为 他所制定的这个方向 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那么汪精卫具体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再具体给大家讲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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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d 뭐�